时光总是匆匆的将生命带到见老的光阴里,每日的轮回,让生命重复着琐碎的平凡,定格在眼前的回忆,让内心轰然倒塌一些酸涩,爱的故事里,总有一些痛,伴随着生命成长,何曾丢失了年少时光,那带着纯洁的白金的青春,在海片外消逝着,无法释怀的情怀,将回忆带上悲伤的色彩。 时光如缩,带走多少欢乐的歌,岁月如是,却总是将事情化意,变成城市里的无奈,渴望内心拥有一些暖洋,渴望幸福赶走一些悲伤,轻轻的送走一段故事,又有哪些故事会继续发生? 我抢然的去问一朵花,花不语,我抢然的去问一朵云,云飘离,我追逐着一只鸟,大声的问,鸟儿唱着欢快的歌,展开翅膀,飞翔到远方。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,时光就是在连转街开启为之的幸福,放下回忆,放下遗失的爱情,就让生活带上诗情化意。 别将生活描画成颠簸流离,转角出的风景,转角出的爱情,也许,正在悄然的风吟着,等待着坚定的脚步到来,等待着跋涉或艰难险阻的疲惫的步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